Mill hypnesia 提侦 Luna來了 今天要教大家畫的是 終於下雨了 今天要用的材料很簡單 只有粉彩筆跟紙就好囉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要開始畫囉 那下雨天要怎麼畫呢 首先我們要先畫天空 請問一下下雨的時候天空應該是什麼顏色呢 是藍色是白色還是灰灰暗暗的呢 想一想 那雲的部分呢 是白的嗎 是灰的嗎 還是粉紅色的呢 想好了嗎 那我們要開始畫天空囉 請你們先拿出深藍色的粉彩筆 那粉彩筆TeacherRumble最喜歡叫她粉彩小姐了 因為呢用粉彩筆的時候都要讓她躺著很像在睡覺一樣 嚕嚕嚕嚕嚕嚕就可以囉 那用完深藍色可以找一個淺藍色 嚕嚕嚕嚕嚕在深藍色下面 那呢越上面的天空因為越多霧雲 所以可能會更黑 我們呢就可以用一點點的黑色在天上 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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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好啦 那 就是會下雨的就是會下雨的霧雲囉 我們找出灰色 我們找出灰色 上面寫一個U 一個U又一個U 畫完之後呢 把它抹一抹 記得要依照你畫的形狀去抹 不能整隻手給它亂磨喔 不能整隻手給它亂磨喔 不然會變成妖怪雲喔 當然你也可以不一定使用粉紅色 你喜歡用紫色阿 用深藍色阿 用綠色阿 用綠色阿 甚至是黃色 都可以 只要是你喜歡的顏色 跟著那個雲的形狀 畫U阿 或者是C阿 或者是圓圈圈阿 畫好之後 再用你的手指頭 順著它的形狀抹一抹就可以囉 畫完兩個雲之後 好像不太夠 再畫一個好了 有雲爸爸跟雲媽媽 我決定要來畫一個雲寶寶囉 雲寶寶躲在旁邊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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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一點綠色的屁屁好了 咕嚕咕嚕咕嚕 每一個雲都穿了一個很可愛的彩色衣服 現在彩色小尿布不一樣 那接下來要開始下雨囉 咻咻咻的往下滴 首先拿藍色 1滴 2滴 3滴 4滴 5滴 6滴 7滴 8滴 9滴 非常多滴 當然呢 雨不是只有一種藍色 我們整合的粉彩比裡面有 非常多的藍色 用完淺藍色 深藍色 墊色 都可以拿來用 如果你想要下一些奇怪的雨 嗯 也是可以啦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雨滴下的差不多就好 玩得來囉 用你的手指頭 兩個手的手指頭 開始登登登登登登 像彈鋼琴一樣 登登登登登登登 把每一個雨滴都抹一抹 記得是往下抹喔 這樣才會有雨從天上掉下來的感覺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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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給它抹到喔 不要忘記其中一個喔 好那天空的部分我們畫的差不多 現在呢我們來處理那些下到地上的雨滴好了 雨滴越下越多 我們來畫一個小池塘好了 好先把小池塘的形狀畫出來 那剛剛DJ Rumble說過了 所有的顏色都不會只有一種 藍色也是 池塘呢 可以用深藍色淺藍色各種顏色來畫 你可以試試看喔 好 那就像畫天空一樣 塗一塗抹一抹之後 就用你的手指頭把它推開 推推推 OK 記得要推均勻喔 不然你的小池塘就會有破洞喔 好了 池塘好了之後呢 誰會在池塘玩呢 想一想 你覺得是誰來了呢 我們來畫一個綠綠的頭頭 在水裡 畫完之後 記得要幫他塗顏色喔 好啦 這個頭頭還有兩個凸凸的眼睛 咕嚕咕嚕 是誰呢 還有一個有吸盤的手手 你想到是誰了嗎 來畫上眼睛 讓你們猜到了沒呢 看出來了嗎 看出來了嗎 再兩個鼻孔 臉珠珠 還有一個 有一點 有一點 大的嘴巴 你知道是誰了嗎 是青蛙 畫完把它抹一抹 為什麼要把它抹掉 因為它是在水裡的 真正的青蛙先生在水上面 對著水裡照鏡子啦 一樣我再畫一個青蛙圖 青蛙眼睛 還有可愛的小身體跟手手 哈囉大家好我是青蛙先生 差點忘記幫他畫眼睛了 等我一下下眼 來 眼珠珠 還有 兩個鼻孔 還有開心 終於下雨的嘴巴 太開心了 青蛙畫好了就好了嗎 當然不是啦 雨滴一滴一滴的掉在水裡 會怎麼樣呢 我們拿白色 咚咚咚咚 掉到水裡去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涟漪嗎 這就是涟漪 每一個小雨滴 掉到水上的時候 然後呢 都會變成一圈一圈的形狀 這個就叫涟漪 我們來幫小雨滴加多一點涟漪 讓這個小池塘看起來下了很多的雨 這樣子的小池塘看起來很開心 可是還是有一點空空的 怎麼辦呢 畫一顆石頭 我的灰灰石頭上班了 一顆夠嗎 不夠兩顆 不夠三顆 不夠四顆 五顆 我要再多一點 讓這個池塘看起來有很多東西的感覺 可以 只是石頭這樣灰灰的也不可愛 我來幫他畫一點妝 但不要太誇張 我們拿一點咖啡色 或者是 深深的黑色那些 幫我們的石頭 每一個屁股都給他畫一個C 再給他抹一抹 等一顆 我來幫他畫面 五顆 還有一顆 的 卡 閃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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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